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 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 周边与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巴基斯坦、蒙古、印度、阿富汗斯坦八国接壤 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新疆古称西域 西域一词从古代一直延续至清朝中期乾隆帝统治时期 清军入关后迅速统一了中国大部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清政府在中国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和巩固 到了乾隆皇帝时 在清政府平定准格尔布的叛乱之后 将古称西域的天南地北地区称为新疆 在清政府平定准格尔布的叛乱之后 在清政府平定准格尔布的叛乱之后